原中共铁刀部部长刘志军因为受贿和滥用职权 经北京法院一审判处死缓 法律界对于这一结果多数表示 在意料之中 但是民众却感到愤慨和失望 九成的网民认为刘志军被轻判 也有网民讽刺呢 刘志军的死缓给千千万万的中共贪官 吃了一个定心丸 从此他们可以放心大胆的贪了 也有律师就悲叹 刘志军不死 法律死 7月8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对原铁刀部部长刘志军受贿 滥用职权案 做出一审宣判 判处刘志军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我认为他判他死缓是不出预料的 从他们这个案件平行来看 这么多案件材料 只是三个半小时 只开一次听就秒结了 过段时间就宣判 我感觉这是一个走过场的一个过程 那么一个走过场的一个刑判 会判到死刑吗 对于这次刘志军的审判结果 多数人表示在意料之中 早就预料到的 很正常 中国有几个部队上的判判死刑 肯定不会死刑 包括我们和一些专家学料 来探讨都是这个看法 因为省部队上应该是有一个内部惯例 都是不判死刑的 这个死刑跟死缓 就是在法律上来说 都是判死刑 但是执行起来 死缓就等于是不用死了 就是说在这两年之内 如果他在监狱里面没有故意犯罪的 这个死刑就会死缓 就会把它改判 改为无期徒刑 就是不会死刑的死刑 就给他两年的考验期 是一个法律规定 大陆民众对刘志军被判死缓 都经历了一个由吃惊到失望 再到愤怒的过程 一时间网上指责当局司法黑暗不公 同时呼吁判处刘志军死刑的呼声 铺田盖地 利益很高 有网民预测 刘志军一定会从死缓变成无期 再到有期 最后变成保外就医 也有网民讽刺地说 以后中共贪官可以高枕无忧了 因为它是目前中国查处最大的一个腐败案 这个被告都不死刑 那你后面判官都会有死刑的了 如果这样子 那么这个执政党可以说是群魔乱舞了 放心去腐败吧 这个会造成的执政党内部会更加腐坏腐败 面对外界强烈的谴责 中共喉舌辩解说 审判刘志军表明当局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态度 又因为刘志军坦白交代犯罪事实 加上赃款和损失已经追回 因此可以从轻处罚等 这番言论更是招致网民一片唾骂 说到认识态就好 说到这个盘管都基本追缴完了吗 这个都不是理由来的 他们有法病的重轻减轻的这个情节 这一点很重要 刘志军在你的贪官肯定是为老虎级别的 那么打老虎他们说的力度是要大的 你不能用使用打残名的力度 肯定不够的 在刑罚还有死刑的情况下 我们执法就要有公证 不然选择新执法 刘晓源举例说 之前因受会罪被判处死刑的有 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陈克杰 以及更早的一些贪官 律师们也指出 刘志军的审判 让大陆更多的民众 看清了中共统治下司法的脆弱 律师认为法律并非不公 而是早已名存实亡